20日上午,中国冰武选手柳新宇的海外社交媒体账号引发关注在账号中出现了许多自爆黑料的不演内容 14冬团体赛开赛前夕,冰武运动人柳新宇因此账号突然自爆黑料,称自己强奸未成年人将自首 贪污国家对经费,贿赂裁判员,出轨,连环约炮,欺骗观众 目前该账号已被设为私密账号 随后,柳新宇用王世月账号回应称 大家好,我是柳新宇,我的ins账号被他人盗取,发布了不实信息 而且目前我的个人微博账号也无法登录 我和王世月现在正在备战训练,在明天就要比赛的关键时刻 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非常愤怒 我本人已报警,正在等待警方的后续处理 2022年北京冬奥会,柳新宇,王世月拿下第12名 这也是中国兵武参加冬奥会以来的最佳战绩 公开资料显示,柳新宇,那1994年10月16日 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中国花样滑冰冰上舞蹈运动员 2005年与王世月组合,开始冰上舞蹈训练 两人组合曾获得2014全国花样滑冰大奖赛冰上舞蹈冠军 2017年展晃亚洲冬季运动会冰上舞蹈冠军 2020年中国杯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冰上舞蹈冠军等 秋月组合唱舞蹈冠军 现在所有冰 Dame都放在冰上舞蹈冰上舞蹈冠军 次期间龙金很高吗? 自行 Amongst 冰上舞蹈冠军 只是冰上舞蹈冰的冰上舞蹈架